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11月6号星期日啊,我们来继续扯断飞机宾的事儿 昨天晚上呢,看了场戏啊,我后边的那个邻居啊,保姆干这个东西啊,还挺热闹的 后来呢,我那个白天去了解了一下啊,我觉得这事儿呢,值得聊两句啊,因为挺新鲜的 怎么回事儿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菲律宾有钱人或者家里有保姆的人家呀 这个主件出门啊,都不带这个门钥匙,对吧,因为这个家里有保姆嘛 回来的时候咽嘀嘀或者一嚷嚷,对吧,保姆就下来给开门 或者说从屋子里出来把这个大铁门开开让车进去啊,再开这个里边的家庭的这门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情况啊,所有的这种菲律宾的这种有钱人,对吧,家里有保姆的都不带这个门钥匙 我们后面这个住的这个邻居啊,据说在我们这儿还需要势力的啊,怎么讲呢 就是说,他们家有人啊,在这个距离我们家北边的一个镇,我忘了是阿姆兰呀,还是这个桑户斯啊 还是贪亥吧,反正呢,就是说那边一直做议员啊,做了好几十年了 因为菲律宾的议员跟这个总统不太一样,总统你不能连任,对吧 菲律宾的议员呢,我记得是可以连任一次,然后呢,如果你连任不了了 就是老婆干完,老公干,老公干完,老婆干完,老婆干完,老公干完,老公干完,儿子干完,儿子干完,闺女干 反正呢,这个镇上的议员呢,得有他们家一人啊,所以据说呢,还挺有这个势力的 而且呢,在我们这个小城吧,人家还搞了点这个事业啊,有点买卖 但是呢,因为这个,距离我们这儿这儿有好几十公里,每天跑呢,对于别人来说 这个通勤程度有点高,所以就在我们这儿,我们这儿后边租了一特别好的一个房子 三层的,一层呢,是这个餐厅加客厅 二层呢,是主卧,客卧,次卧,反正都在那儿 三层呢,是两个保姆间,还有仓库 跟我们这儿呢,是隔一个大草坪相望吧,这么一地方 呃,反正他们家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 回来经不去门的这事吧,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呃,我记得第一次的时候啊,也是晚上八九点钟啊 开车回来,他们家光车就四辆 常开的是一辆福特的这个皮卡 然后呢,每次都是,呃,离着他们家还一百米呢 就开始NDD啊,一长两短一长,这挺有节奏的 然后他们家保姆呢,一般就被他冲 呃,然后有时候呢,别人呢,犯坏吧 也学他们家那个NDD的这个节奏 一长两短一长,哎,但你别说 灵物啊,三菱啊,这些日系车吧 还真摁不出人福特那气质来啊,那响那气质来 所以他们家保姆也不上当 哎,然后他我记得第一次吧,哎,他们被锁外边 也是回来之后啊,哎,保姆没带家 啊,后来才想起来,听说才想起来 这保姆啊,早上请假,回家探亲 探亲去了,结果把钥匙拿走了 这些家的人,哎,回不了家了 没办法,开车也回几十公里外的 他们那老家去了 那第二次呢,也挺可爱的 啊,回来也禁不去,禁不去呢 折腾半天,我看那车就开走了 大概两三小时之后,把车又开回来了 哎,怎么回事呢,后来一打听 这个保姆啊,哎,早上跟他们去 他们老家,给他们家干点活 哎,然后他们就回来了 回来呢,习惯性的,就忘了 还得把这个保姆带回来呢 就没带,啊,但是钥匙在保姆身上呢 所以没办法,又跑一趟老家 把这保姆带回来了 哎,昨天这事怎么回事呢 也是因为回来,哎,进不去门 进不去门呢 哎,然后呢,就,就给这个底下使劲的喊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家保姆啊 叫温迪啊,叫温迪 后来我一直喝喝特奇怪 说你们家,你没你们家保姆电话吗 啊,你按滴滴他没反应 你喊他,他不出来 你给打电话呀 对吧,你他们一下 这左邻屋车全给叫起来了 还得问怎么回事 还这家子特别逗 啊,也开车走了 这我不知道是不是又拉保姆去了 反正过了,他们九点多了 九点多,这个第一次回家嘛 后来将近十二点回来了 带一男的回来 不是保姆 后来自己观察 开锁的锁去 先把他们家大铁门开了 进去了 然后呢,又把这个里边的木门开了 进去了 进去以后这三人啊,还是四个人啊 直接就去保姆那房间了 听那个敲门敲的可响了 咚咚咚敲不开 应该是挺气愤的 因为在折腾嘛,对吧 然后呢,后边那锁经呢 得了,又加一活吧 那锁经把内门打开了 几个人冲进一看 应该保姆没在 为什么 找一把花冲进去 我估计是不是想揍那保姆啊 反正啊,今天估计没人 几个人还挺失望的出来了 但是出来了呢 也挺着急的 干嘛呢 赶紧啊 把这个卧室的灯啊 又跟他们家就隔草瓶相望嘛 都能看见 人影子干什么 把这所有灯都开开了 到处翻 估计是翻这个贵种物品啊 有没有被偷了 因为这保姆突然消失了嘛 怕这保姆偷东西 一直翻 我反正折腾吧 差不多快一点了吧 然后呢 这个我又听那个 一个大摩托的声音啊 就轰隆轰隆就来了 我一看这摩托挺那么好的 这摩托得本田的吧 得卖五十多万 好像是什么650系列的 就是那个 前面一趴 后边一小高座 对吧 小高座巴上大的一个位置 一般都是泡妞用的 那个妞儿晚上一坐 那个小屁股一颠 挺对劲的那种的 咔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呢 车停他们家门口 那个前面新摩托这男的呀 一摘帽子一看 一摘头盔啊 一看 一个白人老外啊 中年人 长得还是蛮帅的 就是 一看不像那种老的 都一点这个 一点这个气势都没有了 这个还得有点气势 那保姆呢 咔啦就从那个后座里 撇腿下来了 里边这几个 那一听见 这个外边的动静嘛 也冲出来了 冲出来之后呢 哇啦哇啦 就跟那个 后边这保姆啊 就喷 无计这意思 可能就是 你他妈干嘛去了 对吧 你他妈偷心去了 撩骚去了 你连家都不顾 我怎么这样 跟你签怎么去 反正吧 因为很多时候 这边的保姆 也没什么太大的地位 所以这帮人骂也挺狠的 但是我不完没想到啊 这保姆啊 还直接这个 从怀里啊 掏出几张一签的啊 具体几张没看见 没看清楚 然后我就亲眼看见 他把这钱 当就砸在这个 这个冬家这个女的 这女主人脸上了 砸完以后 你看 这女主人就 她们有点懵逼了 但是也不敢上去动手啊 那还要个白人撑着呢 给撑腰呢 但是他们家那个年轻 那个我贵他儿子 倒是反应挺快的 赶紧蹲地上捡钱 我说 我说果然这一代不是一代啊 这咱们到他这儿子的一代 我不管他是不是能轮上这个 以后他们挣这一员啊 但是你看他捡钱这这德行 鼓气都没有 一点鼓气都没有 然后呢 保姆啊 这钱拽完以后啊 可能回了几句 我听着想 挺响的 然后 一撇腿上那摩托车 那我都擦 就走了 卧槽 挺牛逼的啊 挺牛逼的 我估计怎么回事 可能这保姆啊 没着受气 后来啊 可能在外边 聊了一个白人男朋友 然后呢 昨天晚上呢 可能俩人就出去 酒吧喝去呗 嗨去呗 对吧 嗨完以后呢 可能这帮 这帮 这个东西找不着他呀 哎 然后他估计回来 也没有什么 好果子吃 那干脆就直接就掰了 对吧 老子也不 也不在乎你这钱 估计可能当时也 他们炒面说的提钱的问题了 他想掏出几千匹 砸着脸上了 解个气 估计啊 过两天也看不见 这保姆能这干了 哎 但是这事吧 昨天晚上挺热闹的 他们看一休息 得了 就跟大家扯在这儿吧 让我们再继续扯在飞机宾的事